记者黄佳林高雄报道,协定国中是协定区唯一一所国中,校园内的PU田径跑道24年来从未整修, 扑面与严重磨损机军裂,长造成学生跌倒受伤,经历伟邱志伟,争取6年,终于获得教育部同意补助800多万元重新铺设, 让孩子和附近民众能够在安全无语的场所进行奔跑。 校方指出,协定国中临近海边,整日海风呼啸,目前运动场400公尺的PU田径跑道老旧, 变质变黑,扑面与严重磨损机军裂造成安全系数不足,操场旁的大树树根也侵入扑面底部, 造成跑道凹凸不平,严重影响师生教学民众运动的安全性。 立委邱志伟日前破级教育部等官员前往现场会刊后,历经6年的努力争取, 日前已由教育国体育署签合同意补助862万元的建改经费, 预计明年底前完工后将有更舒适安全的PU跑道可供使用。 邱志伟指出,校园内基础设施有必要整修翻新, 无论学校规模大小,师生人数多寡,受教权益都该受到保障。 校园的操场或球场连接社区居民的生活, 为了提振全民运动风气,更要强化校园内的体育设施, 提供学校活动及竞赛练习,同时也提供周边居民一个舒适的运动休闲场所。